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惊传遭到男友家暴 周刊爆料 高嘉瑜的男朋友怀疑 他和前男友还密集联络 一时促进大发 竟然动手施暴 造成了他头部四肢都有瘀青擦措伤 甚至抢了高嘉瑜的手机 将他软禁在饭店两天 而事件曝光之后 蔡总统表态谴责暴力 真实高嘉瑜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行政院长苏仁昌更直言 男人打女人 猪狗不如 而高嘉瑜本人则是发出声明 表示会勇敢面对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中午已经到警察局提告 召开记者会谴责数位性暴力 几天前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看起来没异状 但竟然传出疑似遭到男友家暴 周刊爆料 两人11号入住板球饭店 但男友发现他跟前男友 还有密切联络 瞬间暴怒 动手殴打高嘉瑜 导致他脸部四肢擦措伤 嘴唇破皮发紫 而男友疑似害怕他拍下受伤照片 还抢走高嘉瑜的手机 软禁在饭店 两天之后才离开 事发之后身影六天 高嘉瑜才出现在政论节目 但防疫措施解禁 却只有他一个人 从头到尾戴口罩相当突兀 似乎是想遮掩伤势 消息曝光爸妈虽然心疼 但表示不会过问女儿私事 而仔细看事发十几天 高嘉瑜的手上还疑似有瘀青 就了解他已经去验商 也启动家暴通报程序 而他的男友其实是位专栏作家 还曾上过广播节目 传出他在国安单位工作 但遭到总统府否认 谴责任何暴力 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 苏奎严厉谴责暴力 总统第一时间也转达关心 支持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而高嘉瑜一早七点 瞧瞧到议场迁道 却没有公开现身 只透过声明感谢大家关心 也说会勇敢面对 希望不要再有下个受害者 三十号中午已经到警局提告 新北市警方将会朝伤害罪侦办 但灵性男子脸书发文 无力回应部署时言论 恳请外界尊重隐私 甜蜜恋情也变成恐怖情人疑云 双方也将对簿公堂 这台北综合报道 另外一起事件呢 就是台铁又接到恐吓留言了 就在今天上午 台铁的旅客咨询系统接获留言 内容提到将在上午10点 持瓦斯罐开山刀 劫持搭举光号 北上攻击总统府 恐吓讯息一出 屏东站随即报警 增派警力 加强列车站底的巡查 截至下午为止一切正常 虽然不排除是恶作剧 但是呢 因为上个星期 新屋日站才刚刚结果 炸弹恐吓讯息 台铁不敢荡议 全面的过滤 可疑人士 那时候已经接到消息了 对 屏东火车站警力明显增加 再看有没有可疑的 不只大厅 约台上也有远警 更直接进到车厢检查 会特别检查 从头到尾巡过一遍 安全警戒升温 因为接获 恐吓流言 要带一些 打火机 还有BB弹 搭乘举光号到 北部进行了一个攻击事件 那他是讲说 10点的举光号 30号上午 旅客咨询系统 接到恐吓信 宣称上午10点 要持瓦斯罐 开山刀等器械 从屏东站 劫持举光号 北上炸 总统府 台铁随即报警 从站体车厢 加强巡查 也过滤检票口 进出人事 不只屏东站 也现包含台北车站 也增加巡检 但10点13分 从屏东站出发的 举光号 以及其他列车班次 截至下午都没异状 研判可能恶作剧 目前各站 我们有在关注 是没有发生 针对网路留言的部分 来查处 到晚上都会做 这些安全的维护 这个月26号 双铁才接炸弹恐吓 相隔4天 又传恐吓流言 一星期两期恐吓 不论是模仿 还是恶作剧 更怕是真有人想闹事 台铁不得不防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导 高雄推出了 第二波商圈 夜市券 只要拿出 200块钱的五倍券 就能够换 400元的夜市券 八方活动 进入第二天 却是状况百出 下午在新岩城商圈 有民众要替家中 高龄长辈兑换 却被要求 必须要本人来到现场 才能够领券 气得当场走人 还有就是排队的动线混乱 也让民众很渴绕 你怎么够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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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够领自己的好不好 讲了原因 还是不让人领 民众一肚子火 市长有够不得 你们够不得 高龄长者无法到场 请家人带领 却被要求 非得本人才行 气得民众当场走人 但混乱场面 还不止如此 排了好久 号码牌哪边拿 根本不撒撒 想换夜市券 怎么那么难 除了号码牌问题 连排队动线 也让人一个头两个大 高雄夜市券 加码第二波 第二天乱象 比首日更夸张 新延城商圈 开房领券前 早已大排长龙 毕竟拿250倍券 换400夜市券 实在有够划算 这波加码 从29日 一直到12月5日 在49处商圈夜市兑换 早晚各有场次 每站准备2000份 总共发放10万份 发放人员的手没停过 不论早场晚场 夜市券魅力无法挡 民众开心 店家也开心 因为夜市券 让买器明显回温 圣诞节跨年 再来就要到过年 城市加码 第二波夜市券 火落商圈生意 只是兑换流程 状况百出 恐怕师傅得要 再好好规划 记者王一宇 高雄采访报道 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 来看到的是 今年跨年加上元旦 假期总共有三天廉价 高公局就日估了 国道车潮最大量 是集中在1月1号 到时候可能会达到 115百万车公里 每天平均的交通量 将是平常的 1.5到2倍之多 而双铁呢 也准备要开卖 元旦廉价车票 台铁这回全线 加开各级列车 107班次 而在高铁的部分呢 则是加开138班次 日记在12月2号 临时起开放订票 另外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 就是未来大客车行驶 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 只要是四岁以上的乘客 都得系安全带 为者最高可处 6千人的法情 距离跨年剩下一个月 今年加上元旦假期 共有三天廉价 高公局预估国道车潮 从31号开始涌现 约有111百万车公里 而车潮最大量 集中在1月1号 达115百万车公里 每天平均交通量 将是平日的1.5到2倍 因为这次跟春节比较近 大概在隔 大概三周多 就已经要春节了 所以原则上 我们预估是不会再创新高 这次而且又是 三天的一个短假期 高公局也寄出输运措施 包括采单一费率 每天零到五点 全线也将暂停收费分流 并针对易塞的国武 进行高层载管制 另外部分路段 将开放路间 或实施入口扎道封闭 双铁也准备开卖元旦 廉价车票 台铁从12月30号 到明年1月3号 全线加开购级列车 107班次 预计12月2号 零点起开放订票 高铁则加开列车 138班次 与台铁同意时间开订 针对大客车 这行驶国道或快速道路 也有新规定 未来搭乘大客车 四岁以上乘客 都得寄安全带 为者可处驾驶人 三到六千元罚还 但如果驾驶人 已尽告知异物 乘客还是违规 就可处罚乘客 新规定就是把驾驶 乘客选择不细的话 那就是乘客的事情 罚多少钱的话 就会转发这个乘客 强制规定搭国道客运 要寄安全带 新制已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预计最快明年下半年上路 要降低乘客乘车风险 记者 综合报道